反恐 抗衡 俄罗斯新军事基地临近新疆 美国之音报道 俄罗斯可能在离中国新疆不远的吉尔吉斯南部的区部署新军事基地 学者认为 当中国在中亚的趋日趋活跃之际 俄罗斯也试图加大在中亚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活动 避免中国在中亚影响过大 俄罗斯和吉尔吉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有可能在吉尔吉斯的南部的区部署第二个军事基地 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 Soran Beijing-Bekhov 最近对俄罗斯官方媒体表示 他不反对部署新的俄罗斯军事基地 他说 新的俄罗斯军事基地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 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必须应得到巩固 各国需要合作协调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以及贩毒行为 热恩别科夫说 有关在吉尔吉斯部署第二个军事基地的议题正在讨论之中 暂时还未做出最后决定 他刚刚访问了俄罗斯 并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廷 吉尔吉斯南部与中国新疆拥有共同边界 据报道 俄罗斯新的军事基地可能部署在吉尔吉斯南部的巴特肯州 当得与塔吉克相邻 离中国新疆不远 据报道 吉尔吉斯与阿富汗并没有共同边界 一些中亚的区学者认为 俄罗斯故意夸大来自阿富汗的恐怖威胁 以此座位借口增加在中亚的区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影响 因为伊斯兰国势力在阿富汗的活动和威胁 并非像俄罗斯所说的那样大 有学者认为 中国在中亚未来要想开展更多的投资和经贸活动 将不得不更多考虑俄罗斯和安全领域的因素 作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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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